我先把这张图先缩小 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种图 这种图 这种图它可以帮我去画各乡镇 就是各个更小的单位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除了知道高雄 我是不是想要知道 那高雄哪几个城市 类似这样子的图 我们就要用这一种图来就画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选择 另外一种就是感染的村里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 确定的病例数 它在这个地方就把所有村里 帮我去画出来 但在这个地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这个中文定义的关系 它定义到什么地方去了 它定义到例如说其他国家 例如说像台中市有分什么 北区中区南区高雄也有 对不起应该是台南也有 所以他就把这几个名称全部都并在一起来去做计算 所以可能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您看一下 如果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更细的资料 例如说那个村里 例如说里长他要看这样子的资料 这个时候或者是我们要去看什么叫做蔓延扩散 对不起 应该就用扩散 再来疫情有没有被控制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一种图来去呈现会比较好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那个扩散的行为模式 或者是控制的行为模式了 就是假设 假设这三个点变成 就是例如说下一周变成十个点 在下一周变成二十个点 这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扩散 类似这样子一个定义 我们就要去找出来 这个地方如果有连续的这样子的情境出现 我们就视为是扩散 因为扩散这是我们最不希望遇到的 好那这接下来呢 我们两种画图的方式 一个是画那个各县市区 另外一个是画村里全部都可以画